吉林姐准备写新年目标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到底有哪些目标吧 每次做新年手帐都特别的兴奋 因为满屏的红色越看越喜庆 我今年的新年目标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学习 我要努力练字争取越显越好看 街舞和画画呢也会继续学下去 还会定期和你们汇报成果哦 生活方面我到今年就十岁了 希望到时候可以拜一场女士感满满的大型生日趴 当然还有你们的愿望我也不会忘记啦 接着第三方面是公益 我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把爱传递下去 最后就是女生了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东京迪士尼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兔飞猛进前途无量 关注卡卡星星长知识